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盧 很高興又在這裡跟大家見面囉 今天呢 我要來跟大家介紹 這一款大晶最新的空氣清淨機喔 那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它的功能吧 首先呢 先讓我們來看看它的外觀設計 簡約時尚的白色呢 放在家裡 也是一個很好的展示品喔 那它的外觀 這個地方呢 它是做平面的 所以呢 你一般清潔的時候啊 只要用布 稍微輕輕的擦拭 就可以做很簡單的清潔動作 這台機器呢 擁有三個出風口 所以一次呢 可以吸入大量的空氣 尤其是下面這個出風口 因為它比較靠近地板啊 所以可以吸你家裡的一些小灰塵 小毛髮之類的 吸進去之後 像你們家裡的飾瓶 那它只要花四分半的時間 它就可以吸入空氣 那十一分鐘就可以把你房間的空氣 都清潔乾淨囉 接下來呢 讓我們看看它的顯示板部分 現在如果亮燈的地方呢 就代表它正在執行中 景音 景音優先 那像這個地方 灰塵 現在亮綠燈的話 就代表說現在的空氣是乾淨的 那當它亮橘色或是黃色的燈的時候 就代表你家的空氣可能有點髒囉 另外呢 當臭味燈亮起的時候 黃色 橘色 代表你家裡的空氣有一些異味囉 那當交換綠子的燈亮起的時候 代表你的綠子髒了 該更換囉 還有 Uni 1 Uni 2亮燈的時候 代表你裡面的電漿離子化布 還有閃流組件 需要清潔囉 這款機器呢 它把遙控器設計得非常簡單 主要的功能都已經在上面囉 例如 強力運轉 花粉模式 景音優先 強力運轉的時候呢 就是你剛回到家 或是客人來到你家 你想要消除一些異味的時候 打開這個就可以了 花粉模式的時候呢 當你家狗狗啊 或是貓貓 掉了一些毛髮的時候 打開這個 讓毛髮都吸入裡面 那 景音模式 當你想要睡覺的時候呢 想擁有好空氣的話 景音模式就不會跟傳統的那種 機器有轟轟轟轟的聲音囉 那我們來試試看它的強力模式吧 雖然聲音比較大 但是它可以吸入大量的空氣 那另外呢 它還有一個靜音模式 它安靜到幾乎沒有聲音 當你想要睡覺啊 或是一個人獨處的時候 你就可以使用這個模式喔 這台機器呢 還有一個很貼心的設計 就是遙控器的收納處 是不是很貼心呢 讓遙控器還有一個家喔 另外呢 它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除臭盒 壓下這個按鈕 這個除臭盒呢 你可以放在車內啊 或者是室內的房間 鞋櫃 當你覺得有異味的地方 你都可以放在那邊 那你覺得它的除臭功能已經降低的時候呢 你再把它放回這個地方 蓋起來 經過一段時間呢 它會再回復它原本的功能囉 當你把除臭盒放進去的時候呢 在身中的燈就會亮起 就代表這個脫臭盒呢 它正在清潔當中喔 接下來呢 讓我們來看看它的清潔方式 然後把外層這個打開 很輕鬆的就可以卸下 看到裡面那層綠色的濾網了嗎 這一層濾網呢 它可以用水洗的方式 每兩個禮拜呢 你就可以清洗一次 那再輕鬆的把它裝回去就可以了 那當亮燈顯示說 欸你的濾紙該更換囉 那你就把這一層打開 就可以看到裡面有濾紙 濾紙的更換方式呢 也很方便 只要把這一層拆卸下來 再鬥上去就可以了 這台機器呢 很貼心的地方就是 隨機呢 它還會再附身六張它的濾紙 那濾紙呢 你也不用怕找不到啊 或是放到哪裡去了 它還幫你做了一個收納處 是不是很貼心呢 大家是不是對這台空氣清淨機感到很心動呢 希望我今天做的介紹能夠幫助到你們喔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